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今天呢,學長在台南的脆型咖啡館呢 然後為大家做一下示範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呢 是關於細口壺的一些沖煮攻略 因為其實以前台灣有一段時間非常流行細口壺 所以目前市面上還是很多的產品呢 它的口徑非常的細 但實際上呢,細口徑的壺的操作方面呢 有一定的 這個注意事項一定要注意 否則的話,你沖起來的東西很容易過酸 甚至於是沒有風味 所以學長今天呢,就來跟大家聊一聊這幾個注意事項 好,那我今天用兩把壺做示範 第一把壺是卡蒂塔的經典壺叫神燈 就是卡蒂塔HOT 900,銅壺 它的口徑呢,算是比較偏細 然後但是實際上呢,也不到超級細的 跟這個台灣製造的棉花罐比較起來呢 才算大一點點 但是這兩個都算是細口壺的範圍 那另外一把當然就是台灣生產的棉花罐 那這個口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呢,這兩把壺呢,都有一些使用的虛字跟大家講 那首先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部分 比較需要注意的部分是悶蒸 悶蒸的部分呢 我們一般來說,學長都會建議大家 中間你要停留個三秒再往外繞 這樣子的話,你可以讓你中間的粉濕到比較多的水 但是使用細口壺的情況之下呢 在剛剛的那個原則 在剛剛那個原則之下呢 有個地方是必須要特別要注意 就是即使是你在中間點停留三秒鐘 你在正中間給水的範圍呢 還是要稍微大一點點 如果譬如說我們用 這種中口徑或是大口徑的壺 你在正中間給水的時候呢 你是可以不用繞圈的 就停留三秒鐘 再往外繞就好 但是這種細口徑的壺呢 你不能停留在正中間 完全不繞圈 為什麼呢?因為你這樣子 你的細口徑的壺 一般來說它的衝力都會比較強 很容易就直接穿過你的中心的粉濕以後呢 直接把水灌到你的分享壺裡面 這樣子呢 你的悶蒸就等於是失敗了 所以這樣的原則呢 無論是在悶蒸的情況之下 或是在繞圈的情況之下 都特別要注意 千萬不要在一個定點 瘋狂的灌它 如果這個錯誤犯的話呢 基本上你的風味很容易就過酸 這是第一個很嚴重很常犯的錯誤 第二點就是關於大水的情況之下 因為這種壺呢 當然它要給大水 相對來說是比較難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給大水 但是你給不出大水的時候 一定要利用力道 一定要利用力道 像這種壺呢 它其實 卡蒂塔神燈 它的長度很長 所以當你要使用大水 讓你的粉層有點翻角啊 或是翻開來的時候 你是可以適度的把角度 拉到最極限 然後呢 讓它用比較遠的方式呢 讓你的粉層翻開的 這兩個部分 如果你給水 要需要給大水部分 過分謹慎的話呢 很容易 讓你的粉層翻不開 就容易有苦澀味的發生 那這樣子喝起來就不好喝了 那這兩個大重點 是大家特別要注意的 那當然一般細口服它的 衝擊力道都會比較強啦 所以如果剛開始的時候 你單手使用這種細口服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的給水力道太強的話呢 你是可以適度的 用兩隻手 譬如說 另外一隻手放在壺板上 稍微 輔助你控水 讓你的給水力道不要那麼強 或者是拿毛巾包在下面 輔助你控水 減少你的 衝力過強的狀況喔 那等到你大概 控水比較有感覺的時候呢 再使用單手來控水 這樣的話呢 通常你的細口服呢 會越練越順手 而且比較不會有過酸的問題囉 好那這些注意事項就收到這邊 我們接下來呢 會用這兩把壺 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用Carita Port 900 就是神燈壺來為大家做一下 沖煮示範喔 那今天為大家做的沖煮示範呢 是中心注水加哇沙 就是所謂層次沖法 那層次沖法呢 其實對於細口服來說呢 難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就有這樣的沖法呢 讓大家可以對照一下 如果你碰到這樣的狀況的話呢 我要怎麼去做調整齁 當然在其他沖法上面 需要注意的事項 都是一樣的 好 首先我們先做悶蒸 一樣做40cc齁 那這40cc的部分呢 我們特別注意的是 中間你一定要 停留三秒鐘 但是不要完全 要有小繞圈 範圍稍微大一點 一樣停留三秒 好 然後呢再往外繞 回中間 40cc 跟我們一般傳統的 中間不繞圈的方式呢 是有點差別的 你要這樣子才能確保 中間的粉層呢 不會被你的 細水穿粉 那接下來第二段呢 我們要進行中心注水 那中心注水部分 一樣的狀況 一定要特別注意 一般來說我們 用中口進的狐 可以在中間停留 但是 細口進的狐 一定要有一點點小繞圈 好 開始 中心注水部分 好 有別於一般的 中口進的狐 你可以看到 我用細口進的狐 的情況下 在中間 我就是小繞圈的狀況 讓我的給水呢 一直不會定點停留在一個位置上 這樣比較危險 好 然後呢 我們一路點到180 一樣是小繞圈 在正中間 一個 50塊一幣大小 的範圍 小繞圈就可以了 不要停留在正中間 太久 很容易穿粉 很容易過酸 這也是一般細口服 很致命的部分 好 160cc 對不起 180cc 好 等它全部留完的時候 最後我們要使用大水 那剛剛學生提醒來 大水的時候呢 你要盡量利用 這個湖的角度 把大量的水灌進去 能不能灌三次大水 可以 可以看到 如果你用小小的水的話 灌它會灌不開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們要把我們的力道 往上拉 往前推一下 給下去以後 讓它翻角 繞圈 可以看到 即使是細口湖呢 我們 藉由給水力道的 手 力道的傳導 我們是可以讓我們的粉塵 一樣可以 有很強的力道 可以讓它翻角 OK 第二段 好 我們準備第三段 所以呢 反而是用這種細口湖的時候 想要使用大水的時候 你沒辦法使用大水 你就必須使用這種比較 有角度的方式 好 讓它 進行 翻角 好 完成 可以看到 這個是 程式沖法 前半段呢 我用中心注水 中心注水不要忘記 要稍微有一點範圍 大概一個指甲片大小 最多不要超過50塊硬幣大小的範圍 然後最後一段大水呢 我們是 用一點點手的力道 快速的灌到粉塵裡面 讓它翻角起來 你就可以完成 比較好喝的 細口湖的沖煮法囉 好 那接下來呢 學長要用棉花罐 這個是更細口徑的湖 來為大家做示範 那這個口徑的湖呢 其實難度上面 又比剛剛的 卡莉塔的湖 更難一點點 所以學長會提供一個 比較特殊的沖法 那也是 這個沖法呢 可以充分的發揮這種 細口徑湖的特色 喝起來是很好喝的 但是這個部分 一定要跟大家特別講一下 你使用研磨度 要稍微粗一點點 要稍微粗一點點 我剛剛大概使用的是 小富士平刀的 4到10.5之間 那這個呢 可能要5到5.5之間 好 那我們使用的是 30克的豆子 然後我們要沖10大50CC的水 然後研磨度呢 我抓5.5 然後我們今天使用的濾杯呢 是八角濾杯 Tinto的八角濾杯 你當然也可以使用花瓣濾杯 如果你使用V60的話呢 你的研磨度可能要細一點點 要細一點點 但是 以風味來說呢 使用八角濾杯 或是使用花瓣濾杯 是最佳的 最好的 因為它的 肋骨的流速也不一樣 OK 好 30克的粉 比較粗一點的研磨度 大概5.5左右 可以看到粉蠻多的 剛開始呢 我們先做悶蒸 悶蒸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 從中心點 中間不要太多 順順的 往外繞圈 然後呢 它的特徵就是 一個點位呢 也不要太久 就順順的往外點就好 不需要在某個點位停留太長 OK 分針的部分呢 就從中心點 順順的給到最外圍就可以了 不用等太長的時間 你也不用在某一個定點呢 停太久 這手法比較特殊 可以看到 從中間吃一點水以後 就是一路順順往外繞 大概是40到50CC 就是把粉麵全部都吃飽 大概40到50CC 然後等30秒過 30秒的時間 然後呢 第二段開始呢 我們在正中心 也是50塊1V大小部分呢 注水 好 然後呈現出這種什麼狀況呢 就是你的粉塵呢 濕濕的 但是呢 不能淹水的狀況 看到嗎 你的粉塵是吃飽了水 但是不能淹水的齁 就在這個範圍裡面 一直繞圈 繞到什麼程度呢 大概繞到150到180一次的時候 休息一下 可以看到齁 我在中心點 一直繞圈 但是呢 我的粉塵 外圍的粉塵呢 雖然是 沒有白泡泡 但是呢 也是處在一個濕潤狀態 就要維持這個狀況 好 大概給到150到180之間 覺得你的粉塵 有點快要淹水的時候呢 好 就休息一下 好 好 快要淹水了 看到嗎 粉塵換淹水 休息一下 讓水排下去一點點以後 第二段繼續 同樣位置齁 一樣 然後繞的時候會很 有很顯著的白色泡泡湧出來齁 然後一樣維持你的粉塵 是有點濕潤狀態 但是不能淹水齁 不能淹水 然後一路給到300 好 因為它的給水很小啦 因為它畢竟是細口徑的湖嘛 所以呢 其實不太 不太會淹水淹得很嚴重 但是你也不要 讓它整個淹水 如果你給水給的很急 還是會淹水齁 所以要注意齁 好 一直給到 300cc左右 好 然後呢 300cc休息一下 看粉塵換淹水對不對 休息一下 不要讓它淹水齁 盡量維持不要淹水 然後最後我們還有150cc 怎麼做呢 好 水流快快的彎的時候 中間給下去 然後呢 一路順順的 慢慢的 往外圍給 水記得齁 不要過分大 不要過分小 一路給到 450 然後慢慢繞 讓每一個粉塵 黑色的粉呢 都翻出白色的泡泡 好 一路給 好 給到最外圍 給到450左右 比較濃一點可以420 好 一路給到最外圍 好 讓每一個粉呢 都吃到 這個部分呢 會有一點點小淹水 是比較正常的齁 是很正常 前面盡量不要淹水 好 然後450 送 好 所以這個熟 這個沖煮法呢 就可以充分的發揮這種 超級細口毒的特色 也不用擔心說 它會沒有吃到風味齁 因為我們在給水過程中 我們看到我們咖啡粉 其實都是一個濕潤狀態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細口徑的壺來控制 讓它呈現一個 不會淹水 但是呢 確實可以充分的 萃取出味道的這個狀態 好 這個沖煮法呢 就是很適用於這種 超級細口徑的壺 這兩種沖煮法呢 其實都可以 讓你的細口徑的壺呢 充分的發揮出風味的特徵 那大家也不要覺得說 細口徑的壺呢 就是控水雖然是很好控水 但是它有很多的注意事項 你一定要去克服它 不然的話呢 容易做出過酸 或是不好喝的咖啡 但也是 不太好的齁 好 那我們今天的 咖啡松主攻略 細口進 手中壺的 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喔 那如果各位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歡迎大家分享 或者是在底下留言 告訴學長 你的問題囉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